全新落成启用的五谷区新增活动中心 在户外区设置了鱼菜共生 不但能够透过雨水回收 还有太阳能板供电 具有环保教育的意义 也让长者有个活动空间 这个全新设置的鱼菜共生区 就位在五谷区新增活动中心的外头 除了透过收集雨水不浪费资源之外 还有太阳能板供电 非常具有环保教育意义 我们透过整个活动中心建筑底层的 雨水回收蓄水池 抽上来的雨水 透过太阳能板供应24小时的水循环资源 然后再加上整个做这样子的 鱼菜共生跟饮菜共生 再加上太阳能板的提供24小时的 水循环资源的供电 让这样子有环境教育意义 大自然给于上天的一个太阳能跟水 提供最天然的资源 让长辈可以在吃完供餐以后 走出户外来种种菜赏赏鱼 志工们对于这块新增加的鱼菜共生 都相当的肯定 尤其这里日照充足 蔬菜照顾起来并不困难 大家甚至希望未来可以自己自足 作为供餐的食材 阳光很充足 先天起来就比较好 所以我们有几个长辈 大家姐妹大家一起种菜 我们看起来就很高兴 希望我们种的菜能够让我们自己自足 我们就有很好的蔬菜可以吃了 鱼菜共生区当初设置就是希望让长者 有一个活动空间 因此在各项设计都有针对长者的需求去考量 让他们在照顾上不会有太多的不便和危险 又能达到互动的效果 记者坊间凯琳锦鱼五股采访报道